嗨 各位豆粉们你们好 不论你是红豆绿豆大红豆 我会指好你的青春豆 今天我来跟大家share一下 就是我的老化故事 每一个人对老化回春都会很感兴趣 但是例如说我们年过30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我跟很年轻的时候 或是我跟我青少年的时候 脸型就会有一点点不同 然后你却不知道说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那今天我就用历史的这些照片 然后出来给大家看 其实每一个人大概都是这样子 慢慢的变老的 老化它其实会发生在我们身体里面 所有的器官 所有的组织 然后还有所有的细胞 它通通都会因为DNA的改变 然后它就慢慢的老去 对于脸部的老化来讲 脸部它有非常多的构造 它有皮肤 它有皮下的脂肪 神经 血管 皮下的肌肉 然后还有骨头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通通都会老化 但是的确还是会有一些治疗 我们例如说每一年或是每两年都可以做一次 像肉毒感菌就应该每四到六个月就打一次 我们不可能就是说世界上有一台机器 它就可以让所有的DNA就会重组 因为世界上没有长生不老这个药 目前还没有 但是现在科技如此发达 有一些治疗是可以合并治疗的 可以稍微达到一些些效果 好 那我们先来看我以前的照片好了 好 这张照片呢 它是25岁 这个应该是2006年的时候的照片 应该是我25岁的时候的照片 那这个就是超级年轻的啊 就是看起来它就是一个少女嘛 一个少女25岁的人 她大概就是长这样子 满满的胶原蛋白 这个是完全没有老化 好 所以例如说那时候我可以熬夜啊 干嘛干嘛的 我都不会觉得自己老 好 那开始咯 好 30岁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我妹妹结婚那一天 好 我跟她 我们三个孩子 就是一起拍的一张照片 这个对我而言 它是一个满满的胶原蛋白 你看它的线条是非常的平滑平顺的 然后这个苹果肌它是往上提的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没有这么的操劳 所以我的脸跟我的体重是比较胖一点 之后为什么大家看到我这张脸 会觉得说比较好看一点 是因为我瘦了 然后我是瘦了以后才会变得比较好看 可是呢 在我大概32岁的时候 就是照了这张照片 就是因为这张照片我就觉得说 嗯 就是已经有些许的老化的感觉 爬在脸上了 哪一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有年纪的吗 那个嘴边肉 对 就是你看那一张照片 就是在这一坨 这一坨的这个感觉 你会发现它是变得比较宽的 所以我们大概在30出头的时候 就是这一个这一个肉 它会慢慢慢慢的往外扩 这个地方往外扩 它就会看起来年纪比较大 所以这张照片它是30出头的时候 它就跟25岁的时候 它那个脸型就不太一样了 大概32岁的时候我就开始 每两年大概会打一次电波 不论以前是CPT啊 或是ProFound啊 或是任何的电波 我大概我大概多多少会打一些 那我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个 我2016年 这个大概是我35岁的时候的照片 这个是我跟我妹拍的 就是上一张是她的结婚照嘛 那下一张照就是2016年 其实它又过了5年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妹妹这边 她就变宽了 也一样 每一个人的老化 然后她就是这边变宽 因为我都一直有在做这个 所以我这个线条还是比较V的 可是呢 这个还是看起来就是比较老 为什么 是因为我的老化方式 它是用消风的这个状况 就是这个气球消风起来 因为变得比较瘦 我可以预提就是我到时候 年纪在更大的时候 我会越来越有那个哭噜响 那我们再来看我39岁的时候 你看这张照片 我消风的是不是更厉害 那这是2020年 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那你可以发现 我的老化方式就是消风 就是整个就变很瘦 所以例如说我这样做大笑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 它的法令纹看起来很严重 可是你看这张照片 它这个下巴的下汗骨的这个线条 它还是非常的sharp 因为我一直都有在做电波 可是因为我看到这张照片 我就觉得不行不行 我就觉得我变老了 所以我就跑去打了一次凤凰电波 那个大概是2020年6月的时候照的吧 那大概10月的时候 我很少自拍 然后也很少修图 然后这张是完全没有修图 然后跟我的病人一起合照的一张 你可以看到这个线条 你看我做一样的表情 这个大笑的这个 这两个折子 它就没有折的这么深 然后它这个线条是V的 所以凤凰电波可以干嘛 它就是可以让你增生一些酵温蛋白 它就蓬蓬的 可以让你的脂肪复位 它就往上翘一点 然后它就是有这个复位的感觉 然后因为这边也会增加一点 胶温蛋白 所以你这个两旁的折子的感觉 它就变得比较平整 好老话故事是不是还要再继续演下去 这张照片啊 它是前几天我去那个淡水的时候 我弟弟帮我拍的 大家看到说哇这构图非常好 灯光也非常的好 可是我看到这张照片 我其实不太高兴 因为老话的线条就是又爬到脸上来了 因为我已经真的就两年没有打凤凰电波了 好你可以发现这边这一块肉 它就是整个就出来了 它会多一些些在这个地方的沉积 好所以你在看我在淡水拍的那张夕阳的照片 这个地方它就是特别特别的蓬 好所以只要连过四十 这个地方它就会慢慢慢慢的堆积起来 那能够消掉这一块肉的 我觉得是凤凰电波 但是呢 我觉得老话故事还是会继续演化下去 好那你看我那张照片跟 例如说我来放一下我妈妈近期的照片 好这是我妈妈近期的照片 你会觉得脸型有点越来越相近了 当然它已经快要七十岁了 好七十岁能够长这样子不错了啦 当然因为女儿的关系 然后帮她一直弄啊 但是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每一个人的老话的故事 它就是会继续慢慢慢慢的演变下去 那我们只要把自己的年龄减五岁 然后contour是smooth的 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治疗 所以呢 我们要先讲一下我的治疗目的 我等一下的治疗目的 不是让我看起来像25岁 第一没有办法办到 这样子就是很恶心 就是这个应该是怎么讲 不要一直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 所以我的目标是 让我自己看起来小个五岁 然后我要有均匀的线条 这样子我就会是一个 满意的客人咯 当我第一个最ideal candidate 就是像我这样子 有点瘦瘦的 然后又有一点点松弛 这样子效果其实会挺不错的 那就跟我一起去做治疗咯 如果我们今天要 bain for the buck 我们就是要打在对的地方 它效果当然会更好咯 那个东西特别是什么 例如说今天一张脸呢 它绝对不会是一坨油一样的东西 它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结构 那个结构呢 讲成就是说我们的韧带系统 好 如果说你今天你可以在韧带系统上面呢 多打一些些 好 还有在我们的smart上面也多打一些些 它的紧缩 它就可以达到更高的 往上提的这个感觉 好 那这些韧带系统在哪里呢 这个是一个temporal的hation band 好 所以例如说年纪越大 那这个地方会越来越松 以前我这个地方是拉不动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地方 现在是可以拉得动 这边有一个gaceptum的 然后这边也有 如果说到时候打凤凰电波的话 它应该是多打一些在这个地方 好 然后还有啊 还有呢 就是在我们的眼眶的周围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们眼皮会越来越下垂 好 其实跟这些韧带的松掉 其实是有相关的喔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韧带 这眼眶周围的韧带 这个眼眶周围的韧带可以到这边 好 所以大家会一直说什么 泪沟泪沟 其实它就跟这个韧带的牵扯 是很有关系的 然后还有这个地方是我们的 颧骨 好 颧骨我们在往下坠的时候 就是我有油上往下压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这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动 这一个地方 它就是另外一条韧带 所以呢 在施打凤凰电波的时候 这一个地方 其实我觉得要多打一些 我给大家看两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这个是五十几岁 你就会发现说 哇 它这个地方凹陷了 这个凹陷呢 其实跟这个 ligament 是有一些些关系的 然后你可以靠填充 然后你可以靠打凤凰电波 或是一些电波类的东西 都可以让它变得比较紧实 可是你看喔 大家可能对这些韧带 还不是这么了解 是什么东西 你再看一个80岁的 这一个80岁的呢 这个线就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好 接下来再讲那个耳前 耳前呢 在几年前这个地方是 没有办法被撼动的 但是年纪大一定会啦 然后就是会松掉 所以我很喜欢打在这一个前面 好 然后还有我很喜欢打 这边都有一些韧带 然后还有这边喔 这边这有一些小小的韧带 所以就是这几个韧带的位置 它都应该被加强 最后呢 还有一个叫SMAS的东西 SMAS的东西它就是这样子一坨肉 大概是这个地方 但是我的SMAS 其实在我脸上看不到 这个SMAS的问题 如果它老化 它下垂的 它就会造成这一个线条 跟这一个线条 它是很糊在一起的 就是有一些人 他这一个脸连脖子 这个可能就是SMAS太过于肥化 或是真的变得比较胖啊 或是年纪到了 这个地方的脂肪堆积很多 SMAS它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这么快 那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凤凰电波 因为加热的关系 它会做紧实 往内推 所以呢 你今天打完凤凰电波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说 欸 我脸小一点 我为什么变瘦了 我变紧实了 我变拉体了 其实就是因为这些韧带 这一些肌肉的关系 然后还有这些脂肪的关系 它复位了 我的制高点是在这边 好 那如果打完之后 它能够往上提 就是像笑的时候 它会往上提到这边 那就会看起来比较年轻一点点啰 为什么打两个 老啦 你会打多少发 我要打900发 是你喔 对 你要完全睡着吗 我假装一开始不完全睡着 但是后面绝对不要让我记得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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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锅吼 对 很喝 会我喝口 我们皮只有多厚 我的脸颊 只有0.8公分而已 就是我的舌头 就是你看你用舌头去顶 从你的表皮一直到 舌头 用长远波量 大概是0.8公分 好 那 瘟膏电波的话 它大概是4.5mm 所以我们用1.0去量 1公分去量 这个这样一坨一坨的 你看这个就是脂肪的样子 这是表皮 我来看我的皮多厚 0.15公分 所以1.5mm 然后呢 如果从表皮 一直到真皮层 透过真皮层然后一直到我的Smart 大概就是0.5公分 所以今天我们要作用在 这个脂肪跟这些韧带的深度 凤凰电波4点多给MM 真的就绰绰有余了 等一下呢 我就是要把我的脸交给我们 刘医师 刘医师 因为是刚加入我们的新医师 然后他是 他是台北荣种 就是TRAINING出来 非常非常Qualified的皮肤科医生 然后等一下我会很安心的 把我的脸交给他 今天专医师要打的凤凰电波 大概有两个可以防卫的一个机器 所以他其实机器上面有一个雷射的 反围标签 可以为不认证 那再来就是探头上呢 也有一个标签 可以去扫他的Qual Code 确定他是原厂的镇破 这样对上辈子才是有保障的 那等一下众医师的打法呢 我们除了会用Super Pass 走基本的方式打过去之外 还会局部针对脸上有许多的 Retaining ligament 就是韧带的部分去做加强 有点小声 就是这样的 你可能会有点小声 有点小声 就是这样的 另外一边 我可以不认识 带走 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